全部的损伤来看 它的确是被人 按压住口鼻腔之后 导致的机械性窒息死亡 胃内基本空虚 结合湿斑和湿疆的情况来看 死亡时间应该是在 四月十六号晚饭后 六个小时左右 背部和双肩处 有大量的损伤 都是拖擦伤 没有生活反应 全部是在死后形成 这些应该是在 搬动尸体的手操成的 双色骨盆 皮下有瘀青 说明凶手应该是 骑跨在死者的这个部位 无牙口鼻倒成死亡 可是这个动作 死者的四肢是可以动弹的 但是他为什么没有 抵抗伤和约束伤呢 除非凶手比死者还要强壮 但是死者本身就很强壮 他具备反抗能力 根据我们的调查 死者名叫谢立军 六十一岁 终身未婚 独居 另外死者还有一个哥哥 叫做谢立国 他的家住在谢立军家 一北五百米的地方 两个人的交往不是很多 但两家人的关系还不错 因为谢立军是光棍 所以呢 谢立国家经常会送饭给谢立军 七月十六号晚上 谢立国的老婆刘碎花 大概在六点钟左右 把餐送到了谢立军家 大概在六点半左右 他去谢立军家取碗筷的时候 发现谢立军正在铺锡盘 说晚上要大战几局 这跟我们在现场勘察的情况 是一致的 而且根据我们的调查 谢立军这个人的起因很大 而且瓜度 那现在知不知道 当晚谢立军和谁 一起下的棋呢 因为村里经常有很多人 晚上会去谢立军家 跟他一起下棋 所以刘碎花也没有多问 收拾房满快就走了 十七日一早 刘碎花又到谢立军家 去送早饭 但是他却发现 他们家的被褥被掀开了 但是家里并没有被翻乱 只是人不见了 那刘碎花去送早饭 发现谢立军家的门没有锁 他就不觉得奇怪吗 因为谢立军家的门锁是坏的 他一个老搬棍 家里没什么被偷的东西 门锁就一直没有被关 而且在案发前几天 谢立军曾经跟刘碎花说过 他要出一趟远门 所以刘碎花发现家里没有人 也就没有多想 林队 你还是没有说 那个下棋的人到底是谁 提取烟头的DNA结果显示 就是报仍老赵 好 是时候再去现场看看了 结合案发现场的情况 我们来罗列一下 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 首先 含有老赵DNA的烟头 是在这边被发现的 所以老赵应该是坐这一块 按照棋盘的情况来看 红方把黑方僵死了 如果老赵坐在那个位置的话 说明老赵这盘棋输了 是不是因为两人下棋挂了赌 赌得又很大 老赵树应该是老赵赖账 恼羞成怒杀了谢力军 没错 老赵身上还是存在疑点的 首先 他从来没有跟我们主动承认过 他和死者一起下过棋这件事情 其次 他说他看到了尸体 然后报了警 但是在我们把所有树枝 捞出来之前 我们根本看不到警里的尸体 所以我怀疑他还是在说谎 这不就是贼喊捉贼吗 远抛近买 没错 我猜测 他因为熟悉自己家里的地心 所以选择在自驾井里抛尸 又害怕被发现 所以在上面铺满了树枝 但是过了两天 他还是害怕因此报了警 等会儿 有一点说不过去 凶手应该比死者壮很多才对 但老赵 是一个又黑又瘦的小老头啊 那不一定 凶手未必要比死者更强壮 我们来看之前拖动尸体 留下的痕迹 中间有很多空白区 这些空白区 是在移动物体过程中 停下形成的 这说明这么短短的距离 凶手在拖动尸体的过程中 休息了很多次 除此之外 死者是躺在床上遇害的 当时处在睡眠状态 也就是说他身上 很可能盖着这个毛巾被 如果是这样的话 有人压在他的身上 这些毛巾被 会形成一个镣铐 让他的手伸不出来 这样也就无从反抗了 死者被毛巾被裹住身体之后 再挣扎 他的身体受力面积大 压强小 所以这就能解释 为什么在他身上 没有出现约束伤了 按照现在已有的证据 我们既不能排除 老赵日犯罪嫌疑员的可能性 也不排除 其他人作案的可能 那不又回到原点了吗 袁队 秦队长 警理东西捞起来了 咱们过去看一下吧 行 那你们俩先去看一下 我去汇会这个老赵 我去看 灯光照着你的眼帘 空气中弥漫着危险 一眼谎言转眼欺骗 故事暗藏深渊 停下脚步下雨的街 灯石局 灯火 sun 江湖 派被唇叭 矩当下雨霜 插蝴 虽然有语 看 我来破棄 有谢我来破棄 你tle 你不安得挑动肩 你不安得跳动肩 我 噢 亂 barrier 绝不能灭 厉厉浮现 悲喜将达过春 reflection 带着了丝田 小旁人昂豫 任性不能搁浅 噢 噢 噢 苍天日月搁浅 真邪我来分辨 随着口径 红对阳眼 触摸黑夜如火如烟 不归手起无还作息 破灭 这种石子修路或者改房子的时候比较常见 但不会平白无苦出现的田园里 上面有很多小孔 应该是人为宅子 这里就是一个典型的三轮车掉头留下的痕迹 可以比对这个轮胎换了 我们家没有三轮车 如果他家没有三轮车 为什么会有成为新的三轮车吧 死者叫胡琪 37岁 这个影视基地道具师 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上杀人 凶手难道是蓄谋一角 这是一把自制的裂枪 是他自己的枪 根据这把枪的枪口硬衡可以确定 对死者造成创伤的那把枪 就是这一把 像死者这样的一个神 应该是接触性设计 我们初步认定 死者是半夜持枪出门的 不认枪支走火 打伤了自己 失血过多死亡 这不是走火 这是他杀 怎么证明